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4月6日 格拉茨欲擒林茨 周五凌晨 奥地利杯准决赛再战一场 届时格拉茨将坐镇主场迎接林茨的挑战 格拉茨近期好取各项赛事五连胜佳绩 球队状态如日中天 再加上主场优势 格拉茨金仗一定会乘胜追击 奥甲已经进入附加赛阶段 格拉茨与林茨君身处冠军附加赛行列 他们之间有着7分的差距 格拉茨的整体发挥明显略胜一筹 他们甚至有机会与国内豪门塞尔斯堡去竞争冠军 进入附加赛之前 格拉茨在11次联赛主场作战中 好取8胜1和2负的佳绩 72.73%的的胜率乃奥甲之罪 阵中得分手艾美加等人都较为擅长主场杀敌 他们是球队主场抢分的重要保证 此外 格拉茨队内十多位球员在经济奥甲中都曾建功立业过 他们在进攻端呈现多点开花的模式 虽然林茨经济做客表现不俗 但他们最近6次在各项赛事中面对格拉茨处于下风 期间单场失足三球的场次不在少数 他们的后防线在格拉茨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再加上对手正处于连胜之中 反观几对近况则飘忽不定 林茨此意确实凶多吉少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